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周末有两大消息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8月6日 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 今年二季度 伯克希尔哈萨维营收是761.8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691.14亿美元 经营部分 运营利润为92.8亿美元 相较去年同期的66.9亿美元增幅为38.7% 超出市场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投资和衍生品业务之外 拥有的保险 铁路和公用事业等其他业务 均使集团的利润暴涨 投资部分 市场动荡冲击投资组合价值 新投资大幅放缓 巴菲特在今年早些时候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伯克希尔公司购买股票的狂潮可能会放缓 投资和衍生品的损失约669.19亿美元 这笔损失直接导致其二季度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 为437.55亿美元 去年同期净利润为280.94亿美元 照明市值从3月底的3900亿美元 跌落到6月底的3280亿美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已修改了公认会计原则 要求上市公司在季报和年报中 考虑取股票投资的短期波动 这意味着伯克希尔哈萨维所投资股票的价格波动 将反映在公司的业绩报告中 即使只是为实现的账面收益或账面亏损 财报显示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投资亏损 主要来自股票投资的公民价值的变动 今年第二季度 伯克希尔哈萨维股票持仓大约有69%集中在5家公司 包括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公司和雪佛龙 重仓股名单于上季度一致 二季度 苹果、美国银行和美国运通这三大重仓股 二季度跌幅均超两成 可口可乐为涨0.21% 雪佛龙下跌超11% 为此巴菲特呼吁投资者减少关注其股权投资的季度波动 任何给定的季度投资收益数额通常是没有意义的 并且提供的美股净收益数据 可能对那些对会计规则知之甚少 或一无所知的投资者极具误导性 此外 某些以外币计较的资产和负债的定期重估 以及资产减值费用等 都可能会造成周期性的净利润波动 当然如果眼光放长远一些 这仅仅是浮亏 只要股市稍有好转 失去的又将赢回来 目前其几大重仓股已经出现了回调 6月17日之后 苹果股价持续大涨 这一波涨幅高达28% 再看其他几只重仓股 可口可乐最近涨了近1% 美国银行涨幅是9% 雪佛龙涨幅6% 美国运通涨幅13% 当然这里还存在不确定性 特别是苹果股价对比其他科技巨头有所虚高 这还是需要有所警惕的 总体计算来看 目前随着股票投寸价格的上涨 包括其非美元债务的11亿美元的货币相关收益 潜在收益高达93亿美元 另外下个季度 除了股价的反弹利好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石油的利润有可能兑现 距离财务并表仅剩一步之遥 今年第一季度以来 伯克希尔就持续不断地买入西方石油的股票 使伯克希尔第一季度在股票上的支出金额达到了410亿美元 6月以来 随着西方石油股价的回落 伯克希尔又多次积极加仓 加上最近的一次 伯克希尔总持股比例进一步增至19.4% 按照美国权益会计法原则 一旦投资者拥有公司至少20%的普通股 就能获得相应份额的公司收益 也就是说 如果伯克希尔最终持有西方石油20%的股份 西方石油公司的收益达到100亿美元的话 那么伯克希尔今年所报告的利润 或将增加约2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伯克希尔还将获得股价上涨大压的收益 该股从年初的29美元附近一路走高 于5月31日盘中升至年内高点74美元 期间涨幅高达140% 随后 尽管西方石油出现了反复调整 但仍然收益不小 不过虽然这么说 对于目前的财报 市场或许会先入为主 下周或许会有一定的风波 但还是一句话 底部利空慢慢减货 不要过度纠结于短期损益 对于目前的市场 巴菲特始终认为 要留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应对经济危机 本季度其购买的新股票减少到约62亿美元 低于1月至3月期间的511亿美元 这减少令布克希尔公司的股东感到惊讶 在最近的三个月里 布克希尔出售了23亿美元的股票 这样的操作 让二季度布克希尔公司的现金储备 仅仅略降至1054亿美元 上季度末为1063亿美元 另外 因为四五月份公司股价较高 因此没有任何回购 六月份股价下跌后回购了10亿美元的股票 相比之下 上季度回购了32亿 再上个季度回购了69亿美元 我们之前出过专题视频 给出过268至275美金 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 通过布克希尔哈萨维的财报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更广泛的 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因为它的业务涉及到美国工业和金融的 大部分中心 巴菲特在4月份表示 该公司正在亲眼目睹通货膨胀的影响 并警告说 它几乎欺骗了所有人 具体来看 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尽管其许多部门 能够将更高的价格转嫁给客户 被巴菲特称为 布克希尔四大巨头之一的 柏林顿北方圣达菲铁路公司报告称 由于其向客户征收的燃油附加费 抵消了运输量的下降 其收入增长了15% 该公司在28个州 拥有超过32500英里的铁路轨道 其燃料成本同比增长了80%以上 保险公司盖客 在本季度录得4.87亿美元的税前承包损失 比前三个月有所增加 该部门将更大的亏损 归咎于新车和汽车零部件的价格大幅提高 当其客户发生事故时 他必须支付这些费用 布克希尔的住房业务 包括模块化房屋部门 卡莱顿房屋公司 和家居装饰零售商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他们虽然销售相对仍然平稳 但本质上是依靠较高的价格 弥补了较低的定端损失 这种状态无法持续 当然 今年上半年 住房市场仍增长强劲 但接下来 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提高 将非常有可能减缓 对新房建设的需求 这可能对之后的业务 产生不利的影响 关于巴菲特的继任者 布克希尔公司解决了 今年早些时候 在公司年会上提出的 一个潜在冲突 6月 布克希尔花费了 8.7亿美元 购买了巴菲特指定的继任者 布克希尔公司副主席 格雷格·阿贝尔 直接持有的能源部门的股份 总体来看 这个市场无论是谁 亏损都很正常 越大的资金 想走出逆大盘的走势越难 无论是谁 都是吃时代和货币超发的红利 价值投资的核心就一句 找到受益货币增发的企业 并与之共同成长 布克希尔的暂时亏损 本身对时代趋势的指引 远大于亏损本身 接下来 投资者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得到有关 布克希尔公司股票投资组合 变化的更详细的信息 届时 该公司和其他大资金经理 将向监管机构 披露其投资情况 这个也同样值得关注 周末的另外一个消息 是关于特斯拉 显然 许多目光都集中在了 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之上 然而 对于这家全球电动汽车 行业的翘楚起而言 股东大会召开前后的麻烦事 显然不少 据报道 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指控特斯拉虚假宣传 其自动辅助驾驶 和完全自动驾驶功能 春期通过夸大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广告 误导客户 文件已提交给 加州行政听证会办公室 这一指控 可能会影响特斯拉 在加州的汽车销售业务 如果投诉成功 特斯拉在加州制造 和销售汽车的执照 可能会被暂停或吊销 特斯拉在其网站上的 营销法案中称 其驾驶辅助技术 能够在不需要驾驶席上的人 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行驶 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表示 尽管特斯拉声明这些程序 需要驾驶人的积极监督 但这些广告宣传 依然具有误导性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自2015年推出以来 便一直是该公司主打的 车辆卖点之一 并帮助这家汽车制造商 在日益拥挤的电动汽车市场中 脱颖而出 车主可以额外支付 1.2万美元的费用 一次性购买全自动驾驶功能 也可以采取订阅的方式 订阅费用为每月199美元 据悉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 已有超过10万名特斯拉车主 在北美使用了FSD测试版功能 马斯克表示 全自动驾驶将在今年年底功能齐全 以面向约100万车主 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景 已经是特斯拉得到高估值的重要原因 利润率和营收贡献一直在加大 不过近年来 有关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 引发车祸的报道 也已屡见爆端 这里其他国家的暂且不说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在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涉及驾驶辅助技术的事故中 有70%涉及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故中占据60% 而在这人死亡的事故中 则占据了85% 而由于马斯克本人和政府的关系不和 和媒体的关系也一般 造成了这个现象的放大 加州的这个指控 或许也是特斯拉总部搬离加州的后遗证 接下来 特斯拉必须在下周五之前 就这个指控提出应语或做出回应 这里必须小心应对 因为加州是特斯拉在美国最大的市场 销售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有数据显示 特斯拉2021年在加州销售了12.1万辆汽车 全美销量估计为35.2万辆 而且对于其他美国市场 这个案例具有示范效应 另外有爆料 负责特斯拉德州工厂的高管 正在接受内部调查 原因是他经少的几项交易可能涉及腐败 但这个指控最终的目的是马斯克本人 这位高管一直被视为马斯克的幕僚长 也是德州超级工厂的实际领导者 他经手的一些特殊材料 被用于马斯克的私人用途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将公司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属于违法行为 而如果在上市公司中发现此类情况 将可能导致税务局调查以及股东诉讼 目前还不清楚马斯克是否会受到牵连 虽然特斯拉遭受负面新闻 但新能源车这个赛道 整体依然处于发力期 美国是最新一个通过关键电动车 渗透率零件点5%的国家 根据分析 这一门槛标志着电动汽车开始大规模普及 在这一时期 技术偏好会迅速转变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 美国 欧洲和中国 这三个最大的全球汽车市场 共同超过了5%的零件点 如果美国延续前18个国家的类似趋势 到2025年底 美国电动汽车销量 可能会占到新车销量的四分之一 这将比大多数主要预测提前一到两年 那么为什么5%这一零件点如此重要呢 因为大多数成功的新技术 包括电力 电视 手机 互联网 甚至LED灯泡 都遵循一个S型的渗透曲线 S型曲线的顶端 代表了最后一批拒绝放弃就有设备的人 在早期阶段 销售进展缓慢 但如果它一旦成为了主流 销售量就会出奇地加速 就电动汽车而言 5%似乎是早期用户被主流需求逐渐打动的关键时间点 在此之前 销售往往是缓和和不可预测的 随后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 世界各国在电动汽车方面遵循类似的模式是有道理的 大多数障碍普遍存在 公共充电器不够 汽车价格昂贵且供应有限 买家对他们不甚了解 一旦为前5%的人铺好了路 广大民众很快就会跟进 但是销量是否能持续增长 这取决于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的增产能力 工厂必须重新装备 供应链必须重新配置 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 整个汽车必须重新设计 在这一点上 特斯拉显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端 并具有标杆意义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消息面是否会最终在股价上有所反应 目前还是要看大盘环境 市场是有周期的 情绪也是有周期的 大跌之后必有大涨 大涨之后必有大跌 牛市里低头看路是清醒 熊市里抬头看天是方向 即便众人皆罪 也要脚踏实地 即使深陷泥潭 仍要心怀远方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